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理论 物理学有量子理论 经济学有通货膨胀理论 股市中也有各种各样的理论 其中就有一种名叫相体理论 相体理论就是将股价波动时形成的价格区间 化成方形相体 并以此来预判股价走势 指导实战操作的技术理论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 舞蹈家尼古拉斯·达瓦斯 在股市大赚两百多万美元 轰动了整个华尔街 之后在《我如何在股市中转了两百万美元》一书中 他首次将自己的投资策略 总结为相体理论 具体来说 相体理论就是在K线图上 把股票在一段时间内的最高价作为相顶 最低价作为相底 绘制成一个方形的相体 当股价上升到相顶高位时 通常会因部分投资者抛出股票而短暂回调 相顶也就成了该阶段股价上涨的压力位 同样当股价下跌至相底低位时 则会受买方力量支撑而反弹 此时相底就成了股价下跌的支撑位 相体理论认为 股价在相体内波动的时期 就是股票的盘整阶段 而一旦股价突破相顶压力位 进入更高位的相体时 就是较好的买入时机 反之 当股价跌破相底支撑位 落入下一个相体时 对应卖出点位 而股价的整体走势 可以被划分为多个相体的拼接组合 前一个相体的顶部 可能是后一个相体的底部 反之亦然 在实际运用中 相体理论在牛市中的价值更大 根据相体理论 如果股价持续上涨 每次向上突破时 都能发出买入信号 给投资者入场机会较多 而一旦股价跌破相底 投资者可及时卖出 获利了结 相比之下 相体理论在熊市时的应用 就比较有限 总的来说 炒股的学问博大精深 相体理论只是其中一种 投资者应该博彩中场 在实战中不断优化投资策略 才能有所斩获